那最後的話,其實我們如果要篩選什麼?篩選數字的話 比如說數字一般都是介於的 通常是輸入哪個數字到哪個數字之間 所以通常的話,我們x是輸入比較小的 然後再輸入比較大的 那它會有一個range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今天假如說我希望 能夠做一個篩選的功能 這個功能的話,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總價 就是說通常是多少錢以上,多少錢以下 然後幫我把那個range區間的價錢 通通篩出來 這個其實還蠻常會遇到的 比如說像什麼 比如說找飯店好了 飯店比如說你輸入多少錢到多少錢 它會給你一個區間 你的預算大概多少 它就幫你把那個range的飯店通通找出來 這個也是類似的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把那個房屋價錢 介於多少找出來的話,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其實我們也可以拿剛剛的這個篩例 哪個篩例?就是篩選區這個好了 這個比較簡單,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 也許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篩選什麼?篩選總價 所以這邊的話把這個區改成總價 那總價部分的話 跟這個剛剛最大的不一樣 也就是說它需要兩個資料 所以當然跟前面的練習很像 就是一個x,一個是y 所以我們可以找 請輸入應該是什麼 x,那我偷籃一下 直接拿那個雲端上面 在第9頁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剛剛的那個篩例 就是單元05的那個篩例 第9頁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剛剛練習 那個跨不同欄位查詢這裡的下面 這邊有一個 那x其實就是比較小的值 y的話是比較大的值 OK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輸入到這邊 一個x,一個是y 那再來的話 有x,有y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幫我查呢? 這個地方的話一樣就是 不過那個命名名稱的話 因為我們輸入都是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取什麼比較好呢? 也許就介於好了 介於x與y之間 所以呢 我用這個名稱當成是 查詢到的那個名稱 OK 所以這邊的話 本來是x 把它改成介於 x與y OK 那接下來的話 最重要的地方來了 就是它的autofilter 後面的話是要查第幾欄 第幾欄? 1,2,3,4,5,6 第七欄 區域的話第七欄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第七 那最重要來囉 第一個條件 第一個是哪一欄? 第二個是什麼條件? 這個數字 所以特別注意啦 這個比較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呢 它不是只是單單這個數字 它應該是大於這個數字 大於等於這個數字 所以喔 特別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請特別 有點像剛剛的關鍵字 但是必須要串在前面 所以中間的話呢 再加第二個條件 是xl 記得不是偶 是and 而且 小於等於y 所以喔 我們 給的條件 第一個的話呢 這邊前面要加雙引號 然後空一個and 跟剛剛的關鍵字有點像 那記得喔 大於等於x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 記得豆點 加上xl and 不是偶 and and 第二個條件 那第二個條件 就是y 了 有沒有y ok 就是 那記得y的前面加一個文字 串在前面 就是什麼 一個是大於等於x 一個是小於等於y 那記得喔 中間的話 一定要加一個and 一定是交集喔 ok 也就是說喔 假設我輸入某個數字 某個數字 某個數字 以下 它兩個一定要有個交集 所以一定要and ok 好 那理論上應該就做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結果 沒ok 比如說啦 在當時 103年 假如要買一個房子 是大概1000萬到1500萬好了 看看1000萬到1500萬 能夠買到哪裡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最後一樣喔 在篩選 我把它加一個按鈕 那最後其實可以讓它完整一點 可以在這邊加一個篩選總價 篩選總價在這裡 ok 把這個篩選總價加上去 那如果你有這個查詢功能的話 其實很方便 以後要查什麼 很快就可以 輸了上去 它會跳 篩選總價 不確定的名 是不是已經有了 我看一下 這上面已經有了 好 這個 這個名稱 這個把它刪掉 多一個 好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大於 那如果說 我要1000萬到1500萬 各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ok 到1500萬 各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ok 那有沒有辦法找到房子呢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幫我找到 藉於1000萬 於1500萬 甚至你將來這個命名 是不是可以把它再更人性化 藉於 以萬元為單位 就是1000 然後到1500 ok 看一下 所以如果這樣子 房 那最好當然 如果可以的話 排序一下 比如說以這個G1 最後的資料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做 Z到A 小的到 最便宜的 再到最貴的 最貴的 Ctrl向下 1500萬 對沒錯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 你要 摳過來之後 再排序的話 其實理論上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你其實可以在哪個地方 可以在 這個地方 摳之後有沒有 可以再加一行 就是排序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再加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前面的那個說明 然後呢 就可以排序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 1000萬的房子 大概可以買在哪裡 不過這103年 現在應該不止了 可以買在像 辛亥路七段 南海路 松江路 平數的話 其實 大概就是 每平 每平單價可能要除以 3.03 3.2 可能要除以下 那個平方米 可能要改成 那個每平 這個平 所以大概就是可以買到 這範圍的 這個這個 OK 所以 理論上應該是沒問題 假設說我今天呢 要再多增加一個篩選 就是篩選總價的話 特別注意 主要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要增加多一個條件 所以一樣多一個Y 第二個的話 命名的方式 我是用介於哪一個數字 到哪一個數字 第三個最關鍵的 就是說 哪一個欄位 第七欄 那記得 一定是大於等於X 小於等於Y 中間記得用XLAND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篩選總價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一定會不會 那是 要是 這裏 這裏 這裏